一起期待演员杨子国色芳华吧 何维芳在蒋家的大院中创业 以种植牡丹为主题 在长安成功经营了自己的花摘店花享荣 她不仅收留了许多命运坎坷的女子 教导她们种植花卉 还帮助她们转型实业 开辟了更多的发展路径 这部剧以大唐盛世卫背景 女子在商业领域崛起得到认可 作品不仅寓意了牡丹花的国色风华 更赞扬了女主角的不屈不挠与创业精神 期待杨子国色芳华 期待杨子和维芳 可以预约哦 一起期待和维芳精彩的一生 同时期待演员杨子代播剧《成欢记》 4月9日起登陆CCTV8黄金强荡 每日19点30分和腾讯视频 迎春开播长相思 第二季青三行 待播电影列读《转念花开》 再拍剧国色芳华 都可以预约哦 还没预约的快去预约吧 相信杨子严选 期待演员杨子的精彩演绎 杨子和维芳的牡丹园 织豆绿是牡丹四大名品之一 是唯一纯正的绿色珍品 花为绣球形 因色如青豆而得名 币花指一品 名曰欧币 其花浅币 而开最晚 读出欧式 故以兴著 天蓬牡丹谱路由 《国色芳华》主要讲述了 传奇女子何维芳 由牡丹培育而起 最终达到既是旧民 帮扶天下的传奇励志故事 何维芳 从小生长在牡丹园里 那里的芬芳气息和花开如海的景象 伴随着她的成长 她的父母是普通的农家人 但她们却有一颗伟大的心 希望通过培育牡丹来改变家族的命运 何维芳在家人的教导下 从小就懂得了感恩和努力 她在牡丹园里不仅学会了勤劳耕种 更是从花朵中汲取了生命的力量和智慧 然而 命运并不总是温柔的 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 何维芳失去了父母和家园 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气美 相反 她更加坚强地挺起了腰板 决心要将家族的使命继续下去 她开始独自经营牡丹园 努力培育出更加美丽的牡丹 并将其销售给世人 以此来维持生计 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回方的牡丹园逐渐发展壮大 她的名声也传遍了四方 但她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自满 反而更加谦逊和勤奋 她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 努力和坚持 并将自己的财富用于济世救民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她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成长和进步 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慈善家和榜样 国色芳华通过和回方的故事 展现了一个普通女子 如何凭借勤劳和智慧 走出一条不平凡的人生道路 她的励志故事不仅让人感动 更让人思考 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 真正的国色芳华 不仅是外在的美丽 更是内心的坚强和善良 她的传奇人生将永远被人们铭记 在她的身上 人们看到了希望和勇气的象征 杨子和李献在《国色芳华》中的吻戏引发了不少观众的热议 特别是在媒体上被广泛关注和讨论 这场吻戏发生在剧情中何维方和韩商言之间 杨子饰演的何维方表现得十分主动 仿佛是在重新演绎她对韩商言的深情 这让观众们感到惊喜又心动 同时也引发了不少关于角色情感走向的猜测 在剧中 杨子饰演的何维方展现出了一种前所未见的主动态度 她在吻戏中的表现十分大胆 毫不犹豫地向韩商言展示了自己的情感 这种突破传统的演绎方式让观众们眼前一亮 更加期待接下来剧情的发展 此前 杨子在其他作品中也曾展现过对角色情感的深刻理解和出色演绎 她能够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这次在《国色芳华》中的表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彰显了她在演绎道路上不断突破自我的决心和实力 而李现作为男主角 也在吻戏中展现了出色的表现 她的反应虽然稍显意外 但最终还是被何维方的主动所感动 展现出了对她的回应 两人的配合十分默契 让整个吻戏更加真实动人 这场吻戏不仅让观众们感受到了剧情的高潮 更展现了杨子和李现在演技方面的不凡天赋和默契配合 他们将角色之间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不由地为他们的表现喝彩 相信这场吻戏也会成为《国色芳华》中的一大经典场景 被观众们永远铭记 杨子在《国色芳华》的路透照片曝光后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她身着华丽的古装亮相 展现出了雍容华贵的何维芳形象 深深地吸引了观众们的目光 在曝光的照片中 杨子身穿一袭华丽的古装 头戴金冠 手持花朵 神情高贵优雅 她的气质与古装相得益彰 完美地诠释了何维芳这个角色 她的眼神中透露着从容与自信 让人不由自主地为之倾倒 何维芳是一个传奇女子 她从小生长在牡丹园里 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和使命感 在剧中 杨子通过精湛的演技和完美的造型 将何维芳这个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 她的表演不仅真实自然 而且充满了内涵和深度 让人看到了她作为一个演员的实力和魅力 这次曝光的路透照片 更是让观众们对国色芳华充满了期待 杨子身穿的古装造型不仅美轮美奂 而且还展现了她的演技和角色理解能力 她所展现出来的雍容华贵和气质优雅 让人仿佛看到了何维芳的真实身影 不禁让人对剧情和角色走向 产生了更多的好奇和期待 杨子在剧中的表现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她不仅演技出众 而且对角色的理解和把握也非常到位 她将何维芳这个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 让人看到了她作为一个演员的潜力和天赋 相信在国色芳华的播出中 杨子将会给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总的来说 杨子在国色芳华中的路透照片 展现了她的古装风采和演技实力 引发了观众们的热议和期待 她所塑造的合围芳形象 无疑将成为这部剧的一大亮点 让人期待她在剧中的精彩表现 杨子在国色芳华中的新装造路透照片曝光后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赏 她以一身华丽的服装和精致的妆容亮相 展现了出色的时尚穿搭 令人惊叹不已 在这组路透照片中 杨子身穿一席优雅华丽的古装 配意精致的发誓和珠宝 整体造型十分抢眼 她的妆容精致细腻 深邃的眼神透露着一种独特的气质和魅力 让人忍不住为之赞叹 杨子在时尚穿搭方面一直备受瞩目 她的每一次亮相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在这次国色芳华的新装造路透照片中 她更是展现出了自己独特的时尚品位和个人风格 无论是服装的选择还是妆容的搭配 都十分得体 完美地展现了她的气质和魅力 杨子不仅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而且在时尚界也有着不俗的地位 她不断尝试各种不同的造型和风格 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和独特性 备受时尚界和粉丝们的喜爱 这组新装造路透照片 也再次证明了杨子的时尚品位和审美眼光 她所展现出来的优雅华丽 不仅符合角色形象的要求 更彰显了她作为一个时尚偶像的魅力和影响力 相信随着国色芳华的播出 杨子将会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总的来说 杨子在国色芳华的新装造路透照片 展现了她的时尚魅力和个人风格 令人赞叹不已 她的优雅华丽和精致装容让人无法移开视线 相信她的表现也将成为这部剧的一大亮点 值得期待 杨子在国色风华的造型中展现了大唐时期的妆容 路透照片中她的形象十分令人印象深刻 她的妆容明亮而富有魅力 展现出了稳重和充满气场的感觉 她的脸庞美丽动人 让人不禁为之惊叹 同时也更加期待她将如何演绎和维方这个角色 杨子作为一位优秀的演员 一直以来都能够通过精湛的演技和出色的表现 赢得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在国色风华中 她将扮演和维方这个传奇女子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角色 但从她在路透照片中展现的大唐妆容和气质来看 她已经将角色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让人对她的表演充满了期待 大唐时期的妆容风格 注重明亮的色彩和精致的细节 能够展现出女性的高贵和魅力 而杨子在路透照片中的妆容恰到好处地 体现了这一风格 让人看到了和维方这个角色的另一面 令人更加期待她的表演 除了妆容之外 杨子在路透照片中的造型也十分抢眼 她身着华丽的古装 配意精致的发誓和珠宝 整体气质高贵优雅 展现出了和维方的端庄和贤雅 她的每一个细节都散发着大唐时期的气息 让人仿佛置身于古代的宫廷之中 综合来看 杨子在国色风华的造型和妆容路透中 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形象塑造能力 她的明亮妆容和华丽造型令人印象深刻 让人更加期待她在剧中的精彩表现 相信她将会为观众们带来一场试听盛宴 为何维方这个传奇角色赋予新的生命和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